D-Segment的汽车市场你们要注意哦 今天还有一个竞争力非常强劲的对手了 它就是全新的2020年 Volkswagen Passat R-Line了 大家又是我FitDaddy & Chang 在Cherry Castle大家吹车经的时候 好 那么今天在我身边这辆呢 它就是一个在D-Segment Market里面 非常强劲的有力竞争者了 它就是全新的Volkswagen Passat R-Line了 嗯 好 那么这款车呢 现在它的售价定位于大概在203,000左右了 比它之前那一款Pasat 181,000 整整高出了大概20,000左右 那么其实它到底有什么改进 接下来我们就马上去看一下了 好了 那么这辆全新的Pasat R-Line呢 跟之前的那个最大分别就是它现在就是 多了那些镀隔的银式线条的装配啦 然后当然它这个R-Line的Batch 大家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除此之外大家也可以看到它配搭了很多那个 钢琴黑的那些点缀了 所以现在我觉得 钢琴黑还有这些Chrome呢 就已经是一个高贵的一个代名词啦 因为毕竟这辆车售价是203,000耶 所以给了这样的钱 在视觉效果上我觉得也是应该有点回报啦 车头灯不同之处就是它现在有那个 日间行驶的灯啦 就是说自动会开灯啦 如果你进隧道 或者出了隧道之后呢 它都会自动调整它的那个车头灯啦 当然也是全要预定咯 不用讲咯 那好了 首先因为是D-Segment的那个轿车关系啦 所以它的车身都会比较长啦 但是它的轴距就是两个轮子的距离也蛮差 你看这个车门开关是没有遮到那个轴距的啦 也就是说后面的乘坐的空间就会更加舒服啦 从旁边这边看 单看一点就是它车轮 它的轮圈从18寸加大到去19寸啦 现在人都喜欢比较有Sporting的Feel 当然除了好看之外呢 其实也是有使用价值的 那么轮圈大 轮胎Look Profile呢 爪地力会更加好啦 那么除此之外呢 大家可以看到新的R-Line 当然也不可以少了所有少少的R-Line的点缀 大家在这边旁边也是有看到 那么旁边的后视镜呢就有Sensor 还有一个警示灯在它的后视镜的内侧啦 如果旁边有障碍物或者是车辆的话 它就会出一个灯 Cover到你那些Blind Sport不必要的那些麻烦啦 嗯 所以这样子看下去 越多银越多钢琴黑的点缀 就很像又比较贵的感觉咯 至少你给多20千在视觉上也是有得到一点的回报 如果你单单注意只是它的那个灯的设计 有一点像Lamborghini的Adventador的车尾灯这样 嗯 就是因为它这个L-Ship三角形的设计吧 可能它 当然它这样的设计呢 它也配搭了那个Sequential的那个Signal Light 也就是说你打讯事灯的时候它是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子跳的 最新的车款高贵豪额车款才有了这样子的一些灯式的设计 所以它这款D-Segment是吗 感觉上它就比它的同级的对手可能还要看到更贵一点点啦 就感觉的到啦很重要的嘛 给了200千一定要满足到那个一点点的虚荣性 它这边就绝对满足得到 那么除此之外呢 现在它们也是很流行把那个车款的名字放在真中央 怕死人家看不到这样子啦 就怕大大个字这样子咯 嗯 ChiroGas你们一定看到咯 记得继续追踪啊 那么除此之外 其实我看不到它的那个Axos的排气管在哪里 它已经是内置了在里面 这个只是装置并不是真正的排气管啦 现在我们来看看它的车尾箱 其实我想按这边 那是我的摄影小帅哥Kisson就讲 推这边比较邀影吗 有遥远一点咯我也不懂啊 好 那么一点看下去 它大概有580多公升的容量啦 就是绝对充足啊 好我们打开一下它的那个备胎的空间看 哇 好不吝啬叻 跟我原本的那个外面的轮胎的旅圈一样大小 同样设计19寸 哇 猴猴啊 What's Wagon做得非常好 就没有吝啬 What's Wagon Good job 呼 给你一个赞 好好 这一点呢一定的录下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有这个设定的 什么设定呢 好了 我们启动引擎就看到了 大家注意看哦 我没有做任何的调子啦 好了 因为它这个做饭就有14段的电子调子 然后它有一个就是说memory setting 我就讲我的做饭啦 除了它是NAPA的那个黑色皮质 非常有美感 还有EGO Comfort 怎么讲呢 EGO Comfort 人体工程学 我一按一个按钮 它就能够帮我按摩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看看它的前方它的仪表盘 嗯 它的仪表盘 No.1 全电子 Fully Digital 感觉上就很先进了哦 它仪表盘有不一样颜色 它的颜色是取决于它的 drive mode 它的驾驶的那个模式 它一共有五个驾驶模式啦 我也不得不提啦 因为它还有一个ambient light ambient light 就是你驾车的时候 它里面有一个很美的那个 灯式的设定了 在晚间形式 你就会看到 现在可能比较难看到 再看一下方向盘 它的设计就蛮保守 但是也是皮质的设计啊 那么它的这个方向盘这边 所有的那个 中共台的按钮啦 控制声量啊 电话来电的时候要按的按钮啦 大小圣啊 全部都在这边 当然这辆车也有 paddle shift 这个一看下去 知道很大了 它的这个 infotainment system 当然它是能够支援两个 G系统的 Apple CarPlay 还有 Android Auto的 那么空调 它前方除了是有个定 驾驶者还有这个乘客的 那个个别的空调设定之外呢 后方也有是有一个个别的出风口 也是可以调它的温度啦 好那么讲到变速 像这个gear knob 就感觉就蛮普通哦 但是重点不是它这里啦 其实 Wax Wagon 一直以来 给人的感觉是它很实用啦 但是有些东西 它的设计可能比较保守一点 然后好 它这边有个 drive mode drive mode button 就是一共有五个模式 刚才我提到 Eco Convert Normal Sport Individual 好 那么它的 drive mode呢 就取决于你要省油的驾驶 舒适的驾驶 普通驾驶 Sport加速的驾驶 它这边有一个 C插头的那个充电口 咦 这样Apple不是很不方便 东西你等一下看一下 还有其他充电口吗 嗯 这边就有一个 USB的插电口 在这边 然后储藏空间 放杯子空间 然后它这个 armrest其实可以伸展了 就OK 不错 它后面 坐下的感觉 我就觉得就蛮普通 然后后面也有这个空调出风口 也配搭了另外一个充电口 这个是那个C 就是说你只能够用Android 还有这个传统式的出电口 当然放杯子的空间 诶 我不小心把这个后方的这个座包也拉下来 你看到吗 这边可以通往后面的那个储床空间的 重点是它后面这边有一个也是可以遮太阳的shade 是从前面那边 暗的啦 这辆车啊 它这个2.0公升的 直气缸涡轮增压啦 Turbo charge的引擎 能够提供188匹马力啦 它的那个马力输送上 并不是太过强劲哦 但是 现在它的重点来了 就是它的这个7速的DHU变速下 到底能够发挥这个 188公升的这个2.0 涡轮增压引擎的那个实力 发挥到什么境界呢 看到吗 从静态到加速 我一踩就一层而去啦 就是那种感觉是 不会拖泥带水 也没有Turbo LED 非常responsive的一个整套系统 一个完美的组合啦 NICE 你看大家感觉到吗 其实我的油门就很就 没有的 特意的去踩到油门 但是 它的Sport Mode 真的有跟它的 Normal Mode 有差别啦 好 它的那个 悬挂系统 Suspension呢 其实Sport Mode 是有点 偏硬的感觉啦 但是偏硬啦 虽然没有那么舒服 但是在转换的过程呢 它算是蛮稳的 就是说你的车不会 不会浮一边 不会 不会 不会这样子啦 不会像散伴这样子 所以 OK的 如果你是一个 要舒适 又要有那个 confort 又要有performance 的话 我觉得这两次是 是你需要考量的 还是那一句咯 你坐在这边 聊聊聊八千 你喜欢Demo 给到你有这些东西 我本身觉得 OK 好啦 刚才我提到这两Pastler 是绝对有利的 D-Segment的竞争者了 那么它的直接竞争对手 就包括了 本田 Equart 丰田 CAMRI 还有MASTA 6 那么我们从这边 就可以看看 它们的直接的那个 比较对垒啦 其实在动力的表现上 它并不是最耀眼的那一位 188匹马力 可能大家会觉得 可能还好吧 因为我本身也试过其他的车 但是感觉上 它由从静态到加速 这辆车的感觉非常的好 今天个人是非常享受 因为在那个试驾过程 我真的把这辆车的那个表现 零零致敬发挥到完出来 尤其是在它操控能力上 我相信我的 摄影师他们也是有感觉到 在它外形设计上 并没有很特殊 它有它的气派就是很稳重很成熟 这样子美中不足的 就是它那个智能式的主控安全系统 就不完整啊 200千的车为什么会没有对吗 但是对我来讲还是同样那一句 你给多少钱就得到多少的那个价值的东西 200千没有十全十美的吗 200千你要有一个image 又要有享受comfort 然后又要有performance 也会有什么样的哦 总想叮咯大佬 好 那么今天我Feed Daddy Yan Cheng 就到此为止 那么记得请继续追查 还有留意关注我们Cherry Cars 未来还有更多的车资讯 跟大家分享哦 我Feed Daddy Yan Cheng 到此为止 Bye Bye